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小张小跌 小张小跌 但这个问题是其实昨天跟今天的小张小跌 一般会解释成是因为外资放假的关系 所以在盘 但问题是各位 其实除了外资放假之外 台股的K线本身的结构 也刚好在短线上着一个横窄的区间 但是我先跟你这样讲 来 各位 我们先看一个图好了 我刚讲过 因为这个盘 这两天大家都会解释成说 那是因为外资放假 可是各位 我跟你看一个东西 你看完之后 我们再讲其他你会更有 老师都花很多时间在解析 是 大盘的结构 来 放到这一块来 各位看到了 为什么这两天的行情这么窄 我刚讲过 除了外资放假之外 因为从结构上看 台股台子旗本身 也是刚刚好进入一个极短线上 在一个AB区间 那这波从12月初 我给你抵下去之后 9千4 对 跌到上个礼拜四 各位 礼拜一到今天 看到没有 为什么这两天盘窄 是因为从结构上看 之前从11月起帐点的位置 看到没有 说当时把前面的 那四五天的低点 我们给它做一条支撑线 给它连上去的话 看到没有 这三天盘动的低点 都打到前面 对 就刚好来到这条B线的位置 所以它并 而且因为成效量很少 那像一扫 所以它就没有 空放没有力量去跌破这个位置 所以基本上就没有跌破这个B线 但是也因为这个成效量没有出来 所以那个攻击量也不够 对 所以A线也没有上去 而且各位你看 这个A线你把它放大来看 就是等于说 从差不多11月底 到上个礼拜四那根长黑棒 当时你看 在结构上看几个低点的位置 包含两个下影线 跟那个所连接的压力线 刚好跌破以后 所以目前来讲盘之所以窄 刚刚讲过了 从结构上看的话 是刚好又来到这个AB区间这个里面 所以变得这么窄 但是各位 重点来了 虽然说这两天的盘很窄 但是各位 其实你大概 基督分你有学的话 大概你也知道 一旦这个盘在后面 不管是突破A线往上走 或是跌破B线往下跌的话 后面的那个幅度 速度 会开始变得很快 又很大 所以各位 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两天窄窄的 又开始想说 观望观望 我跟你讲不要观望 一两天之内 不管是突破A或跌破B的话 一定会表态 对 就会表态 所以那个幅度会比较大 所以你千万不要想说 再等等看 不用等 我跟各位讲 我说过了 做期货 没有什么等不等的问题 只有你会不会做而已 对不对 好 所以各位 先跟你讲结构上看的话 后面那个盘都是玩大的 你要特别小心一点 所以千万不要那边 一开始那边 站在旁边看 好 但重点是 那我们回头来讲 我们先讲几天好了 今天这盘实在购窄不到30天 对 很多人想说 天哪 那重盘要怎么做 我跟各位讲 是啊 今天这盘真的叫做标准窄了 但是问题是 我说过嘛 其实这个盘就算 再挟浮震荡也没有关系了 问题是 这个盘不论它要盘也好 它要挟浮震荡也好 关键还是在于说 那每一天的高低点 你知不知道了 对不对 今天这个盘上去24点 可是问题是 各位24点又怎样呢 问题是今天开盘的时候 你晓不晓今天的上档 跟下档在什么位置吗 就算这样今天区 对不对 今天区区二十几点 如果你今天你开盘 你一样知道今天的高低点的话 我不说别的 对不对 你来到压力线空塌一趟 来到市场做多一趟 各位来回两趟 对不对 你要四十点也不难 好了 但是问题就来说 李老师 那拿到今天开盘 你又知道今天高低点了 是各位我当然知道 我不当然知道 我还发抗讯给会员呢 问题是 问题是你知不知道 那才是重点了 来 你说今天这盘有难吗 今天最大点多少 就是9130 对不对 好那各位你自己看 我在8点50分的时候 8点50分的时候 抗讯就出去了 上党看哪里 从9124到9130 这个地方是今天的高档群 8点50分 各位我掐盘你 结果今天的第一次高档 什么时候才来 到了差不多9点10分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过了9点钟以后 打不来我们照一下看 各位在这里 挡到了 我们看一下整个图 各位 那是过了9点钟以后 才今天最高的9130就来了 我在8点50分 我在这里就发出去了 所以各位还有20分钟的时间 你毫整以下 对不对 你怎么等都等得到他 所以各位我讲 对不对 这是就是关键再次说 每一天的盘 对不对 你知不知道每一天的高低点 各位我在8点50分 上党压力 9124到9130 那各位我掐盟你 今天我在发这个抗讯的时候 那你咧 你在想什么 你的软体咧 有算出来吗 你跟着那些人 有像卫国庆一样 早早在8点50分 告诉你 今天在上党看这个地方 而且各位还不止如此 再过10分钟 也不过刚刚在9点钟的时候 好了 反正上下党 对不对 就跟会认都发出 你看 各位在9点钟 我又补了一个抗讯 那下面支撑看哪里 支撑各位 因为强势域盘本身的支撑 是在9095 但是重点是 除了9095之外 在9108这个附近 有一个极短线的支撑 在这个地方 而且重点是 因为从昨天开始 那个成要量变得只有300多余 对不对 所以啊 我就预测今天 如果今天大货的作用力道 是很弱的话 不要说9095了 大概连9108 大概都不容易跌破了 就今天最低点多少 9106 那各位 这个9106 也差不多在快9点半的时候 才来的 所以各位 你自己说呢 有什么难 有什么难 各位啊 一个8点50分 一个9点钟 今天高低点 通通跟会员都讲清清楚楚 那你今天你就 你就这边来那边坐啊 而且各位你自己看 对啊 为什么今天才跌到9106 你看今天那个大货力道 各位你看了 你都真的有点 对不对 这是今天大货的力道 昨天 那个盘已经很闷了 对不对 昨天大货也是在做空嘛 可是你看 昨天好歹 它那个大货做空的力道 还勉勉强强 有来到有没有 白色那个区间 现在下缘呢 所以昨天那震荡幅度 还震了快四十多点 还有震荡四十多点 还不错 各位 你看今天 那个大货 那个做空的力道 几乎是贴在中线 那个地方都不会动 那各位 这条线是9095了 但因为今天大货力道 实在是大货力道 做空实在是太弱太弱 所以各位 记不记得昨天 各位 昨天那个最低点 各位记得昨天 所以我说各位 这盘啊 我真的讲 各位 你自己看好了 我说各位 一套真正的好东西 真的不是随便 在节目上 给你糊弄而已 各位 你记不记得昨天 对不对 我们照下这个数字 跟这个地方 各位 昨天在开盘以后 有没有 一开盘 已经算出来 昨天的盘中的低档 不是在9088 那个地方吗 那后来 昨天的盘中 最低杀了多少 那个9089 这昨天 在9089 那今天 今天来了以后 嗯 开盘以后 那个支撑啊 停在9095 这个地方 9095啊 但是问题是各位 因为昨天 成交量只有300多亿 所以啊各位 按照维国圈的经验 我已经判断了出来 那今天这盘 铁定更窄 结果真的 你看没有 开盘以后 你看 今天大货 那个做空的力道 比昨天还 还少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今天这个低点 说真的 各位 连9095 都没有来碰 所以今天这盘 真的就是很闷 但是我说各位啊 那没有关系 最起码 维国圈 对不对 我在9点钟的时候 我也补了个抠讯给会员 而且各位啊 你看这个抠讯 我说真的 各位 各位 维国圈啊 虽然说是领先全市场上 在用软体 在做旗后 各位 我大概在8年 10年前 我就已经 在发展旗后的软体电脑 当时市场上 几乎没有人在用这个东西 维国圈是几乎最早 在发展这个东西 但重点是 各位 我发展了软体以后 我并不是 对不对 就把软体丢给会员 就不管了 各位 维国圈自己本身 各位啊 与时精进啊 对不对 我自己一样 加强我自己看盘的能力 所以各位 除了9095之外 还有个9108 这个是按照我个人的判断 对不对 如果今天大户的力道 是很微弱的话 大概啊 9108 这段都不容易跌破 那9095都不用看 究竟是9106 各位 9点钟 等于说今天 各位 等于说今天 你自己看 一个8点50分 跟混音讲 今天对不对 最上面看到9130 10分钟之后的9点钟 那往下 最大最大的9108 就最年9106 各位 你跟着那些人 发展出这种抠讯吗 你跟着那些人 发展出这种抠讯吗 我说各位 这个抠讯 我说各位啊 就在考验 一个分析师 你真的有没有能力 看得懂盘 今天上下才20 才20几点 各位啊 今天说的各位 不要说你自己 各位 你跟着那些人 如果他们今天 这种盘 没有办法把你抓 事先把你抓出来 今天高低点的话 我跟他拍照呢 你跟那些要干什么 那每天的盘 你都自己 还能自己猜 自己乱乱做而已 不是吗 那如果说 连这么窄的盘 我都可以在9点钟之前 对不对 8点50分 跟会员先提醒上涨在什么地方 然后过了10分钟 才不过9点钟 今天下涨 9095大概都不会来了 大概会到9108附近 因为今天 对不对 我已经预判到 如果今天大后座位到很弱的话 那大概9108附近都不容易跌破 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分析师 真正有没有能力 是看这个地方 当维国现在会员 对不对 一方面用软体 来操作 通知各位 每一天 对不对 当这个盘 对不对 因为今天是20几点 真的叫做 一个叫做 这叫做很特别的盘 我对各位 你自己看 我们以台股 以台子棋来讲 对不对 它正 我们讲 我们叫做正常的波动 起码一天都是差不多 七八十点上百点 那个叫做正常的波动 正常 对 叫做正常 对 一天20几点 你自己看一年当中 大概只有几%的几率 会20几点 大概不到3% 5% 所以各位 今天的盘 真的叫做 那叫做 很例外的盘 但是各位 问题是 遇到这种很例外的盘 维国庆呢 对不对 一样毫不轻易地放过这种盘 跟会员讲得精清楚楚 国庆会 一个分析师 有没有用心 就看这个地方 这种很例外的盘 一样对不对 把点数 算得清清楚楚 一个分析师 有没有用心 看这种地方 你知道就好 好了 那各位 那今天这盘 公安排一天 今天当初 只有一个箭头 今天开盘以后 就只有一个9126 就一个9126 就收盘去了 今天这二十几点 拍摄 就真的有这样子 不过还好了 反正开盘 箭头 反正9126翻空 等不来 上海起看盘 反正大伙在做小空 好了 那其实基本上 也是箭头翻空 大伙中还是两者同向 就空吧 下去空到9100附近 跟会员讲 反正对 9108大概就是低点 那9100附近就跑了 对不对 但这样起码压 也差不多20点有了 问题 今天就是这种盘 你要怎么样 你能说今天 你要去冲个50点 100点 那我可能 昨天对不对 也是开盘以后 一个9106 对不对 踏上去到9130 出现个平常讯号 就过一天 也是这样而已 这两天盘 真的是很例外 300多一成交量 对不对 一年当中 你看不到 1% 2% 这种盘式 但是就算遇到了 也没有关系 反正对不对 韦国庆 一样把会员 照顾得好好的 那就好了 对不对 我刚讲过 各位 其实这种盘式 你等他这两天 之后 对不对 后面凡事 不管突破或是跌破的话 一大起来 对不对 那又回到 有没有像之前那种 比较大幅震荡的话 一天几十点 上百点就出来了 那就好了 其实你不要说 今天的盘窄 我问你各位 你记不记得上个礼拜 礼拜四礼拜五 那几天 对不对 盘式都震荡得很大吗 那各位 那你自己看 这是上个礼拜四礼拜五 对不对 开盘以后 当天大户的力道 那天大户做空力道 是很强的 上个礼拜四那一天 那天不是跌了一百多点下去吗 从高点到地点 就这一天 这是礼拜四那一天 这一个 大户那天有没有 那个做空的力道 都远远的在那个区间线之外 对不对 所以那天不是 从开盘 从高点到地上 跌了一百多点下去吗 然后这是礼拜五 这是昨天 这是今天 这两天盘就是 那个力道很弱 就盘成一条线了 但各位 我们回到 上个礼拜四那天 当那天大户做空的力道 是很强 那个人家都标准的 对不对 标准的震荡的时候 一天七八十点 一百点的时候的话 那各位 你就不记得 那天的当冲 从开盘开始 一开盘之后 九二一八 建筑翻个空 大户做空 两者同向 之后先杀一波下去 杀到九一七七 建筑翻个多 大户没多 空单先跑一趟 那一小户已经四十点了 你不要小看 那一短短的一波 那个已经四十点了 后来在九一五四又翻个空 大户还在做空 在空 到收盘去 又再杀了个三十多点下去 对各位 那一天 做了两趟空单 将近快七十点 上个礼拜五 对不对 大户是多空都有做 那天的盘来回就震荡 但是没差 开盘以后 第一笔 九一一八翻空 大户做空 两者同向 一样 对不对 我说各位 反正我说各位 东西好东西 就是简单 规则 而且规则都不变的 箭头跟大户同向 箭头跟大户同向 你就做吧 箭头跟大户同向 你就做 一比一 空了三十多点下去之后 在九一 在九零九五这个地方 箭头开始翻多 大户的力道 也是又开始翻多 就跟你从一波上去 到九一三三 对 礼拜五正常正常 各位 来回见 已经快七十点 这个问题 那个叫做比较正常的波动 一天寻常 对不对 七十点一百点 就是这样来 阿尔尼斯到了昨天 今天 阿尔尼斯 盘就二十几点 就这样子 那位 我说过无妨 所以我俩 对不对 盘式 盘式没有什么 叫做哪一天好 叫做哪一天难做 各位 只有对不对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方法 每一天 我不管这个盘震荡 大震荡小 但是我就是每一天 我倒倒而折 对不对 每天一步一脚印 我就让到这个方式 今天的盘窄 我也是这样做 明天的盘大 我也是这样做 未来几天 等它突破跌破AB线的时候的话 大震荡的时候 我也一样这样做 那就好了 那各位不就是这样而已吗 各位这样子 真的叫做简简单 各位 所有 每一天的操作柜道 都是一模一样 固定在那个地方 剩下来的 只是当天的波动 要不要大而已 各位听得到吗 各位 做企划用微游行的方式 每天就是这样做 剩下来的只是 当天 大盘的震荡幅度 大不大而已 如果震荡幅度很大 对不对 哇一天震荡个 70点 80点 100点的话 接大欢喜 一天哇 对不对 口袋满满 如果碰到这两天 盘窄窄 也没关系 照做 不就是这样做吗 那各位 这才叫做长长久久 叫做稳定 各位在股市里面 我跟各位讲 你要有个观念 你不要以为今天我赚到大钱 你就很高兴 今天赚100多点 我好爽 各位你不用高兴 各位你在股市 不是只有来一天 各位在股市 你想当一个长久的赢家 你不是只有一天赚到 你就很高兴 各位你必须是 你长长久久 每一天你的操作 各位你的绩效 能够很稳定的话 那才叫做真正的赢家 各位股票也是一样 各位你不要以为 我这支标股给我逮到 哇我赚了 我好高兴 你高兴什么 各位难道你 你赚完这支股票 你就离开股市吗 各位如果你要 长长久久的赚下去的话 你不能这支股票赚 那支股票赔 那是没有用的 各位你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各位 不论你求做股票 你想成为赢家 你想去累积财富 各位 重点是你每天的操作 你不管当冲 不管波段 各位你的操作 你的获利的绩效 必须是很稳定的 那你长长久久 你会累积财富 不是这边赚一赚 那边赔一赔 那是没有用的 对吧 一过去 就是这么坦白 跟你讲得清清楚 出出所规 这种话 别人是不会跟你讲的 对吧 好了 那今天盘是几点 就算过一天算了 但要加重点是 虽然说今天这个盘 很窄没有错 好像 期货本身 今天盘真的是 没什么特别 但是问题是 当大盘 比如说不太动的时候 反而股票那个地方 有一些中小型的股票 就会比较开始有标的 那种情况出现 那各位 今天早上 如果你有看报纸的话 有一个东西 我不晓得你看到了没有 我先给你看一个 看一个消息 今天一大早起来的时候 报纸上就这样讲 其实面板不是已经 连续好几个月 都已经需求量很大 都在吃紧了吗 重点是 当面板吃紧之后 那各位 面板 就是做 比如说像做monitor 像做电视 里面有个领主机 叫做偏光片 那个叫做偏光片 对不对 好 各位 因为 这个目前市场上 对于电视 对于那个monitor的需求大 所以 除了面板吃紧之外 偏光片也开始在那儿涨价 这经常的报纸 偏光片供应减少 然后价格调涨 调涨 各位 反正 意思就跟你讲说 这是个利多 但问题重点是 各位 你说这个利多 然后各位 做偏光片的 偏光片叫做利特的 今天拉个涨停板 那这个问题是 各位 这是利特 在外国现在线系统里面 各位 利特 可不是今天 才出现买进讯号 各位 早早在11月22号 这一天 波段上已经出现买讯了 之后 第一段 涨的速度不快 涨了大概十几%以后 就顿在那个地方 之后 从上个礼拜 一样 从上个礼拜四那一天 开始 当天 突破了大概两个多礼拜的 整理区之后 哇 一直到今天 这四天的时间 开始涨得很快了 那各位 到今天开始跟你出利多 说偏光片 怎样 那各位 不好意思 早都出来了 那也是各位 你说 老师那时候11月多 对不对 谁知道这种股票要涨 好 各位没关系 我跟各位讲 如果当时在11月多 第一次出现买讯号 是你没有跟上的话 那各位 对不对 我们做这个指标的名称 各位 这个叫做连续加码 什么叫做连续加码 就是任何一档股票 对不对 当它不管它涨或它跌的时候 各位 如果说你第一次 比如说你该卖你没卖 或者第一次你该卖你没买的话 打不来 我们先看这一块 那各位 看到没有 后来在 就在上个礼拜四 22号 各位 连续加码 再三块七秒六 又出现第二次买点 这是第一次 在11月底的时候 后来 到了上个礼拜四 各位 连续加码 就出现第二次的买点 也就是各位 如果你第一次你没上车 那起码第二次 对不对 尤其当你上礼拜 是在突破两个礼拜整理区的话 一根上去突破整理区 那基本上 那这个攻击讯号 而且再出一个买讯 那各位 有这样子的功能的话 我请问你 就算你做股票 对不对 那各位 有这样功能的话 能不能够帮你的股票的操作 一样能够保持得很好 同样的道理 当它出现卖讯的时候 大家看到 各位 如果你第一次 你还来不及卖 后来继续出现卖讯 你可以再卖 那各位 这个叫做连续加码 全市场独一无二抢的指标 在这个地方 而且各位 不但如此 对不对 另外 你现在包含像 金属冲压厂这些都是一样 包含NB的这些零组件 各位 有个叫做冰川的 这只股票涨得可多了 这个 这一次 它从差不多 就是从差不多下半年 七月份开始 到今天 涨了两倍多 涨了两倍多 第一次买讯出现在六月二十号 六月底那一次 后来在十月底的时候 出现第二次买讯 一直到今天在这个地方 那各位 一样各位 这 我看下面 这个一样叫做连续加码 因为时间关系 我给你讲快一点 连续加码 那各位你自己看 一样当时从六月底 看到没有 已经出现到一次 两次 三次 已经出现五次加码 那各位 就算对不对 你之前你第一次漏掉了 后面还有给你很多上车的机会 如果你 所以漏掉了 后面都还要继续上车的机会 所以各位 这样子的指标 都是在维国新的先行中里面 对不对 这是股票的部分 各位 让你能够把一支标股 能够一波一波一波 不断地去把它抓出来 好了 各位时间关系 一千六百只股票 我没有时间每一支 每一支跟你讲 那各位重点是贵 如果你现在还有什么股票的话 到底你的股票现在 是处于买进的阶段 能不能续报 那强势股 对不对 哪里可以继续加码 各位 通通在维国先行里面 工能帮你做得清清楚楚 好了 那今天这盘 强步正常之后 那明天开始盘该怎么看 下期会再说吧 好 我们先休息片刻 想掌握更多投资讯息 广告之后 发送回来 我是魏国庆 从这个12月26号开始 各位只要下载 这个3D新闻网的APP 那从下午3点半开始 各位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可以随时随地 收看到我们盘中的即时节目 谢谢大家 永存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用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者 资讯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永存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用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资讯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亚太天星再创新 打电话加上网 全部吃大宝 事话行动都适用 保证吃很饱 现实优惠错过不再 亚太电信 世界三大男高听 卡列拉斯 告别引出台中盛大赞场 最后机会仅此机场 2017年1月7日 国台体台中前进场 购票请下年代售票 搬到大楼住 阿嬷很怀念乡下 阿嬷 菜在哪里买的 好甜喔 哇 我的屋顶好变农场了 这是我和邻居 一起设计组装的喔 设计屋顶 居然可以种菜 还可以乘凉 鱼 昆虫 小鸟 也都做到屋顶变邻居了 邻居分享自己种的蔬菜 阿嬷好开心 现在想吃什么 上楼待就好啦 新北千日市五顶农场 欢迎收鸟了做菜 为了给孩子最好的 每个细节都要用心 但墙上的油漆呢 红牌全校乳胶漆 采用Detexmo单体趣味科技 不含人工香精 油漆没有味道 自然健康 红牌乳胶漆 永存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永存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欢迎回来 那么后续台股航行 就会看到这把谁交给我老师 好 大家明天盘先证 我抽一短短时间跟你讲一下 各位 昨天雅谷里面 陆股 先杀后来拉个尾盘上去 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陆股的ETF 基本上都算涨了 还涨了蛮多的 但是重点是 所以老师 陆股的ETF 跌了那么多天之后 到底今天的涨 是不是一个新的买点出来了 是不是买点看这个地方 各位 这是护生300 对不对 我一直在跟你在追踪 这一档ETF 各位 对 今天确实涨了2%多 但是我要请问你 各位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买点 压力在什么地方 压力目前已经移动到 在这个位置上 也就是各位 这个ETF 只要它没有真正突破上面 这个压力线 比如像之前 对不对 当时在10月底的时候 各位 什么叫做 你把这个当成股票也可以 什么是一个真正的买点 当它指数 股价 真的有突破压力线 成一个新的转折 买讯出现的时候 才是真的叫做一波上涨 但重点是 当不管是任何的ETF 或者是股票 当它没有突破 新的压力线的话 各位 那这地方对不对 上去顶多叫做反弹 所以各位 什么叫做真正的上涨 什么叫反弹 各位 你唯有看微博圈的现金线 你看到这些资金压力线 你才能搞得清清楚楚 所以各位 就算入股的ETF 明后天有谈的话 各位 哪里是见好就收 能不能真的过去 才是关键所在 除了这个每一个地方 任何一档股票 ETF都这样看之外 大盘各位 未来一两天 也是有机会 准备要突破跌破 这个整理区 未来 一样行情会变得很大 如果今天 比如说像今天的开盘 今天开盘 那么窄的盘 但重点是 如果说压力 资深在什么地方 各位如果说你都抓不准的话 各位那明天 那明天大盘的高地点 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想预资的话 那各位 请你今天一通电话进来 赶快来询问 OK 见到 谢谢各位 好 当然先期间就是看 我们明镜头 下注快 拜拜